做完之後的話,就在利用index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給帶過來 帶過來的方法很簡單 請你把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部分剪下來 OK,第二步的話呢,插入index函數,就剛剛我們用的這個 然後給他array,array就是b2點一下,ctl-shift向下 然後第二個就是直接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到哪裏,貼到roll number 這個時候當然是1,所以就第1列,向右拉,他就第2第3,所以那欄的話只要輸入1,因為只有一欄 這個欄跟列指的就是這個,相較於什麼,相較於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哪一個欄,哪一列,OK,這個範圍 不是指的是上面這個哪一欄哪一列,不是這個工作表的欄列,是指這個範圍的欄列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呢,記得最後一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向右向下 所以 這個b2到b33,記得請你一定要選取他按f4 f4的話,按f4意思說前後都會加前的符號 意思就是說要把這個範圍 的欄列給鎖起來 意思說我們不會因為向右向下,而改變他 這裡面 的欄跟列 的 這個尺 所以特別注意,一定要做這一,如果沒做這件事情,結果一定還是錯誤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我們按確定 那基本上 你把這個結果 向右 再向下 大公告 如果欄寬不夠的話,你可以把d 一直選,選到g 然後在 任何中間的一條線,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怎麼樣 欄寬自動調整 那就 大致上 就可以看到我們要的第一階段結果 可是呢 會有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希望 可以幫我把什麼 入職時間 這些 多餘的嘛,因為上面就有了 刪掉 姓名 有沒有,這也是多餘的 刪掉 功耗 要把它刪掉 那這個要怎麼做 雖然你已經 往前的推進 一大步了 但問題 還有多出來的東西 OK 當然啊,如果你實在做不出來 你又難道又要突發煉鋼嗎 已經 快要完成了 喔 其實這個方法很多啦 只是說不要突發煉鋼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 而且你即便要突發煉鋼 你會發現現在要選這個資料也選不到 因為它是公式 除非說你用什麼 用那個選擇性貼上 比如說你 Ctrl C 假設你要把這個裡面的公式變成 最後的池的話 其實你可以變 用那個選擇性貼上 只有池 只有池的話有沒有 貼過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是公式嘛 你只有池的話就變成這個地方 就是裡面的 但你只有池 你想說 老師那我慢慢再把它刪掉嗎 哇那你這個地方 雖然應該也會快一點啦 可是還是 好像只有做一半 不是要叫你用這種方式啊 慢慢刪 這麼多 32個你還可以慢慢 慢慢刪是應該還不會太久 可是如果你有1萬個員工 或者好幾萬像紅海這種 大型的企業 好像台積電這種大型企業啦 你光管理這些東西 你就昏倒了 你就啊 這怎麼辦 到下班都還沒辦法把這東西交出來 OK 所以我最近 認識一些那個台積電的 那個員工 他們那一部也被要求就是 員工需要學會VBA 你才有辦法進台積電 OK所以如果說你假設想要進這種大型的公式 可能你還是得要先把這些東西 至少先把它學好 不然你第一關面試的時候 不用面試啦 你可能第一關那個 上面你的技能部分 就是會卡住了 所以如果你要進這種比較大 大型的公式 可能你要思考你這個技能先把它學好吧 而且不只學好盡量能夠讓人家覺得刮目相看 OK 然後最好 帶一些作品之類的啦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這部分完成 OK 重點就是 1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有沒有這段公式 剪下來之後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index 裡面的 這個位置 貼過來 然後 底下 Color一定是1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範圍裡面只有一欄 然後記得這個選取就按F4喔 按F4指的是前後會幫你加 前的符號 但是如果你不按F4的話 你可不可以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在這個前後加前的符號 當然也可以啦 可是你問你要打4次啊 你按F4的話 一次就完成了 OK 所以 試一下 並且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前面的這些東西 快速的刪除 的方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 後面刪除前面 資料的方法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你可以思考看看有沒有更好的 像我們之前有教過 像密的函數 其實密的函數也可以 完成這件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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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